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就是我们水泥红泥鲤的配合比 那么水泥红泥鲤的配合比 我们的基本参数就有三个 那么第一个 注意这三个我们说的 它是配合比 这里面注意 首先第一个要给业稿去做 它是一个质量比 注意是质量比 不是你的体积比 是质量比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水鸟比 等于水的质量和绞泥材料的 注意绞泥材料 我们常见的绞泥材料有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水泥 你比如说粉煤灰 如果有粉煤灰的 那就是把这两个质量加起来 分子上是吧 水 它们的质量比 如果没有粉煤灰 说现在没有粉煤灰 没有 参合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呢也可以没有参合材料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水灰比 那么第二个指标叫做砂率 什么叫砂率 大家注意 分子上是砂 在这两分母下面是砂加石的这两 它们两个的质量比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但是你要知道概念就是酱锅饼 什么叫酱锅饼啊 分子上就是水泥浆 它的质量 分母下面就是骨料的质量 骨料的质量 换一句话来讲 就是砂加石 它们两个的质量 分子上就是水泥浆的质量 它们两个的质量比 尤其是前面两个 大家能识别能计算 就来在过程整体里面考过 在我们2019年就考了一个表 能识别出来 你能会算 你能会算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几料 几料呢 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讲 你当骨料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几料 比我们骨料的使用范围要多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常见的 这个哄泥土结构 现在我拆除了 拆除了以后 则把我把钢筋取出来 剩下的哄泥土呢 我给它破碎 破碎了以后呢 这时候可以作为质量 虽然它的质量 适用范围要比我们骨料的 适用范围要大 现在我们一般都叫做质量 那么对于骨料来讲 我们常见的就两个 第一个是沙 第二个是石 怎么区分 就是按照类茎 所以你类茎是多少呢 大家注意 说5毫米 小于5毫米的 这个叫做沙 0.16呢 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子 小于0.16的叫什么 如果说你的利液啊 现在小于0.16的 我们一般来讲 单位是毫米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石粉 叫做粉 也就是比石粉 利液大 比我们石利液小的 这个我们叫做沙 那我的沙的出息程度 怎么表示啊 我们说用一个细度魔术 细度魔术越大 我的沙球越粗 反过来讲 我的细度魔术越小 我的沙球越系 那么按照细度魔术 我们把沙放进室内 那么分别是 第一个叫做初杀 那么第二个叫做中杀 第三个叫做细杀 第四个叫做特细杀 那么这里面要记住数字的 就是中杀 中杀的细度魔术 大家注意 是3.0到2.3之间的 我们在工程里面 基本上不管 只有你有红凝土 我们一般的红凝土的 一般细度魔术 在2.4到2.8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红凝土 用的都是中杀 虽然中杀的细度魔术要知道 那么比它大的叫初杀 比它小的叫做细杀 那么这里面来归纳一下子 说杀我们质量有什么 它质量要求有那些 我们三个质量要求 第一个你的含银量 要控制 那么第二个就是小于0.16毫米的十分的含量要控制 那么第三个粘弓性 第四个油膜的含量 油膜的含量越高 你的强度就越低 那么第五个你的表观密度 第六个氢物质的含量 那么第七个就是你的氢化物 硫化物 以及硫酸炎你的含量 那么最后一个有机制的含量 书里面有一个表 看看就行了 浏览一下 这个注意 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你记不记得无所谓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叫做三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十 什么的十 也就是说你的累计是大于多少 大于五毫米的 十呢我们按照它的累计 我们分成四类 那么第一类叫做特大石 第二类叫做大石 那么第三类叫做中石 第四类叫做小石 看我们大于五毫米的吧 说五毫米的二十毫米之间的 这个叫做小石 那我们怎么表示的呢 这叫第二零 那么接下来二十到四十的 这个叫做中石 我们怎么表示的呢 叫做第四零 那么四十到八十的 我不叫做大石 这个来叫做第八零 八十到一百二或者一百五的 我们叫做特大石 这说呢如果是一百二 就是第一二零 还有一个如果说最大累计是一五零的 那就是第一五零 这是第一个内容 那么对于我们石 你的最大累计有什么要求 这个呢再过去考过选择题 看一看 所以第一个不应该超过钢筋 近建筑的 注意是近建筑的多少呢 三分之二 建筑里面是多少呢 建筑工程里面是四分之三 但是水利工程呢 我们把它严格控制 不能大于三分之二 如果说你的石的最大累计 超过了钢筋近间距的三分之二的时候 这时候呢可能会 哄泥土半合物会架空 进不去 中间会形成空洞 出来三分之二 这个数字就足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构建断面 最小编长的四分之一 是哄泥土版的二分之一 这几个数字要看出 那么对于少金或者是无金的 你比如说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哄泥土吧 对于哄泥土吧 我们就是无金或者少金的哄泥土结构 这是我们尽量的采用较大的 你比如说我们红镜头吧 我们尽量采用大累计能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大家注意 我们的机配问题 说我的红镜头里面 我们的机配问题 那么机配是什么问题呢 机配实际上反映了你的累计能组成 说你是二人机配的 什么叫二人机配啊 你看 我们一开始最小的是小时第二零 接下来是第四零 接下来是第八零 那么接下来第120或者150 对应的就是什么 这是小时 这是什么 中时 这是大时 这是什么 特大时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两种的 就叫做二级配 所谓的二级配 你的骨料的最大累计不就40毫米吗 如果说你现在在红镜头里面 你有这么三个的 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我们叫做三级配 如果说这四个都有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四级配 注意这个在过去的案例里面考古 这是我们前空题 你要开始做 前空题 你比如说人家给你写了一个 说 C25 下面写一个40 这个40什么东西 这是骨料的最大累计 比如说最大骨料累计是40 那表示什么 那就是二级配的吧 所以人家问你 级配 人家写一个2 那表示二级配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10 既然有什么要求 了解一下 那么第一个是含尼量 第二个年故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硫化物 以及硫酸盐的含量 第四个 有机制的含量 你的表观密度 你的心水率 你的针片状的颗粒含量 因为对于我们出骨料来讲 如果说你的针 你的片状的骨料 你的颗粒含量过高 那你的抗原强度 达不到要求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骨料 那么接下来呢 看看哄凝土的微加剂 微加剂 那么我们现在工程用的哄凝土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都加微加剂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加的微加剂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百分之百的 要加微加剂 我们微加剂加微加剂的功能 我们主要是体验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给下它的合一性 那么这里面主要包括什么东西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减水剂 什么叫减水剂啊 就是在我们合一性不变的情况下 我加了减水剂以后 它的合一性 或者是它的流动性会变大 这叫做高潮减水剂吧 你比如说我们引气剂 你比如说奔送剂 对于奔送混凝土来讲 我们必须要加奔送剂 来改善它的合一性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桥剂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硬化性能的微加剂 你比如说我们的素年纪 齐高早期巧度的 你比如说早强纪 你比如说缓年纪 缓年纪干嘛的 延缓年纪时间的 使得你的初年时间往后推迟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就是给啥哄年度赖酒性的 你的抗生 你的抗动 抗生什么的 你比如说 在北方地区 我们必须要加 引气剂 引气剂能大量提高 我们的抗动性 那么第四个 就是给啥火泥土 其他性能的 你比如说 为了防止火泥土收缩 那怎么办 加一点膨胀剂 为了防止火泥土 在冬季的情况下 揭冰 那怎么办 我们用防冬季 你比如说除锈剂 这东西呢 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 粉梅灰 粉梅灰 你注意 这是叫做餐盒料 注意 我们把这种叫做餐盒料 那么注意 它属于什么 餐盒料 它属于角凝材料 注意 注意 我们餐盒料 它属于角凝材料 注意 它属于角凝材料 也就是说 我们的水胶表里边 把这些东西 要放到封孔下面质量 粉梅灰 我们一般来讲 按照每种 我们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F类 一个是C类的 那么什么叫F类 所谓的F类 就是用无盐煤 来做的 那么C类 我们一般来讲 是用荷煤 那么这里面注意 我们粉梅灰 我们的氧化钙 注意 就是我们的氧化钙 它的含量 你不能大于10% 注意这个数字要接触 你如果说 粉梅灰你的氧化钙 超过了10% 那么对出来 你的粉梅灰的性能 我们就没办法 保证 那么我们在水泥工程里面 我们搬至红泥土 或者是搬至沙浆的时候 我们用粉梅灰 来代替一部分水泥 我们一般有三个等级 一级的最好 二级的次次 三级的最差 我们一般用哪一级呢 二级 一级的性能是最好的 这个效果是最差的 我们一般用二级就可以了 今天不要避免说下三 采用三级的 那么接下来 今年调整部分 调整部分 就是说我们红泥土材料 我们称重的容许偏差 书里面给你列了一个表 我归了一下子 那我们的偏差 这个偏差你注意 称重的 它是按照什么 它是按照质量的 质量比的 那么对于SARS来讲 不能超过多少 正负百分之二 那么其他的 你比如说你的水泥 不能超过正负百分之一 就是说你设计质量 你不能超过百分之一 水泥和水 你的基料或者骨料 三十料 你不能超过正负百分之二 这两个数字要记住 归纳出来的 是那边有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就是我们 这里边多了几个字 插料 就是我们硬化和泥土的检测 什么叫硬化 就是实体的 换一句话来讲 就是哄泥土实体的 成型以后的实体 我们现在要检测 我们检测的方法 这个内容 今年是新增的内容 可能会出现多小小财体 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多小财体 今年多小财体可能会增加 所以一个实体哄泥土 一个哄泥土底板 或者一个哄泥土 现在做好了 做好以后我要检查 它的质量怎么样 这个叫做硬化哄泥土的检测 那么这个来我们用什么方法 我们有四种方法 那么第一种方法 就是物理方法 什么叫物理方法 你比如说我们的超声波 你比如说我们的射线 我们的红位线 测什么东西 测它的裂分 所以这个哄泥土里面 这一块 这地方产生了裂分 所以这个裂分我测出来 所以裂分你宽度是多少 那么你的弹模系数 说你的弹模系数 那也就是我们是前面讲的E E是这么用的 按照线弹性 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就是弹模 那么第二个就是干什么 转孔压水 简单什么东西的 抗生性的 说我在这个地方转一个孔 我该把水压进去 看它渗透性怎么样 靠它性能的 那么第三个 如果说这个红凝度实体 它量比较大 比较厚 转孔取样 我就是在红凝度里面 转一个孔 我把样取出来 注意这个从我们方法上来讲 这是我们破坏方法 就是我们对红凝度有破坏的 所以说结构庞大的时候可以 那么第四种方法 我们叫做原位观测 实际上书里面讲了后面一道话 我给大家归纳的 就是原位观测 就是靠什么东西呢 你在红凝度 水供建筑里面 一些煤色的仪器 根据煤色的仪器 你就测出值 来反推 我们红凝度的质量 这个叫做原位观测 这就是硬化红凝度 我们检测的方法 四种方法 大家注意 会出现多小题 别人可以出 你不要问我考不考 我说可以出多小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建筑材料里面钢筋 那么钢筋呢 我们注意 按照它的 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就是它的应变 这是它的应力 根据它的应变 应变曲线 我们有两种钢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有物理屈服点的 这个呢 是物理屈服点的钢筋 所以呢 我们注意 最大的差别 就是屈服角度 所以呢 顶上有一句话 说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 屈服强度是钢筋强度的设计一句 那么第二句话 说没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啊 没有屈服点 那你就不能用屈服角度了 这是用什么东西啊 极限强度 那么重点呢 那么重点呢 我们看看书里面这个图 这就是我们 可以出选择的 说这是应变 注意 这个呢 我们叫做应变 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这个重坐标叫做应力 前面你看看 这是什么阶段 这是线弹性阶段 也就是说 所谓的线弹性阶段 等于什么呢 就是说 你的硬力 跟你的是这个关系 你的弹模 乘上你的硬变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弹模不变 这个弹性模量不变 好了 拿到这个地方 叫什么东西啊 你看 这时候呢 你看 这个叫做屈服强度 什么叫屈服强度啊 你看 这时候呢 我的力硬力没变 但是我的钢筋 它的硬变增加了 你看 这个叫做流浮嘛 流动了 所以硬力没变 这时候呢 它变长了 这时候呢 就屈服了 屈服了 然后如果说 你再给它加力 一直加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做 你看 FL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 极限强度 现在看看 如果说我把这座钢筋 后来现在加到这个地方了 我把它硬力解除 会出现什么情况 硬力解除以后呢 大家注意 它就会回来 它就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这两条线 注意是什么 注意 它会是平行 但是这时候呢 不能回到远点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产生了受性 注意 说这时候呢 就会产生塑性 塑性 塑性了以后 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在家里走吧 我就从这个地方就 变上去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有物理屈服点 钢筋 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注意了 说对抗震结构要求 那么注意 说对于抗震结构 我们用的钢筋是什么 一定是有物理屈服带的钢筋 那么这时候呢 就要求了 说你对于抗震结构 你用的是有屈服前度的钢筋 有屈服强度的钢筋 那么有屈服强度的钢筋 那就要求你的屈强比 不大于0.8 什么叫做屈强比 就是你的屈服强度 就说你的 Y 最除了你的什么 L 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 F吧 上一个表示F吧 说这边是FY 这地方除了FL 他们俩的笔值 要小于等于0.8 这叫屈强比 把这个数字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 经常出一个多小题 说我们反映钢筋 素性性能的基本指标 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是生长率 第二个是冷卖性能 什么叫生长率 你看 说你延伸的长度 从上原来的长度 他们俩的笔值 就叫生长率 那么接下来这一个的注意 是一个案例考虑 案例考虑 案例考虑 说对于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 你要进行质量检验 检验的内容 那么就是呢 我们对于有物理屈服点的钢筋 我们检验主要有四个指标 那四个指标 第一个屈服强度 那么第二个你的机械强度 第三个生长率 这个吧 那么这个考虑什么东西呢 这三个指标 靠拉伸实验 靠拉伸实验 那么第四个指标 冷卖性能 冷卖性能靠什么 靠我们的弯曲实验 靠我们的弯曲实验 如果说对于无物理屈服点的高级 就是没有屈服角度 说出来直测什么 直测极限角度 升潮率 冷卖性能 那有些学员可能问了 李老师 你告诉我 有物理屈服点的高级 包括什么 我们注意 两类高级 一个是光源高级 那么第二类 就是我们 热杂对乐高级吧 就是我们说的热杂对乐高级 H2B 这个叫什么东西 热杂对乐高级 这个是我们 有物理屈服点的 你的钢丝 你的钢脚线 都说于无物理屈服点的高级 这个来给你搞清楚 那么接下来 这里边就是爱丽考的 爱丽考什么东西的 钢筋的标牌 它的内容 前面一句话 是一个长生意东西 所有的原材料 我们在 出找的时候 有什么 有质量证明书 或者是实验报告单 那么另外一个 对于钢筋来讲 一定要挂标牌 标牌是什么 相当于钢筋的 是吧 相当于钢筋的身份证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 你没有身份证 你冲步难行 现在 那钢筋没有标牌 冲步难行 这就是一个身份 那么钢筋的标牌上面有哪些类似 注意 爱丽考脸 那么第一个 你的生产厂家 那么第二个 你的生产日期 第三个 你的牌号 第四个 你的产品品号 那么第五个 你的规格持通 那么竟然是你的身份证 所以说来后面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标牌在用输尺从的时候 你不得损坏 也不得遗失 如果你损坏 你遗失了 那这个钢筋就不配合用了 我们就要再做实验 这个就成本高了 那么接下来 仍然是爱丽考脸 所以我们钢筋检验 我们实行怎么检验 封闭检验 怎么封闭检验 三步骤 注意 三个步骤 三个步 那么第一步怎么走 钢筋检查以后 首先 检查钢筋的外观质量 你没有明显的缺陷吗 如果你钢筋 你的外观质量检查合格 第二步合格以后 注意 是合格以后 如果不合格就不要减了 你只有合格以后才来减 那么第二个 测量钢筋的指径 说你钢筋的指径 能不能满足我的规格指通 如果满足我规格指通 合格了 这几点往下干什么 第三步 做实验 做拉伸 和冷卖实验 如果说拉伸 抗拉伸 抗拉实验 抗拉实验内外 如果是有物理区服点的 我们做三个 参数 那三个参数 你的区服强度 你的极限强度 你的生长率吗 如果说你是 无物理区服点的钢筋 那我的抗拉 检验做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 极限强度 你的生长率吗 冷卖性能做什么 你的歪曲性能吗 这就是我们案例考虑 这是我们案例考虑 对于我们 豆腐的钢筋 我们怎么来进行检查 和检验 那就是分批检查 三个步骤 那么我分批 怎么要分批 对于一般的热杂带来钢筋 就是要分批进行检验 检验的时候 我们以六十冬 同一个锅炉里边 同一炉号和同一批号 同一规格尺寸的钢筋为一批 所以我现在只有五十冬 那怎么办 那就是作为一个批 一个批 所以现在我有一百冬 一百冬呢 我们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六十冬 一个呢 四十冬 这是一个批 这是一个批 那也就是说 作为两个批 你不足的作为一个批 好了 这说来我们做 你看 做什么 空了 冷的检验 怎么检 你注意说 随机选取 注意是随机选取两根 经位部检查 质量检查 和直认测量 合格的钢筋 现在有一批 我抽出两根钢筋来 那么注意 这里边 说这个钢筋抽出来以后 走吧 说这是一个钢筋 我抽出来了 我跟大家连贯的讲 抽出来以后呢 走吧 说把这两端 给它卡掉 这个长度多少呢 注意 是五十厘米 因为这个两个呢 受了一钢筋 端部呢 受到影响 说了这个扣掉 扣掉以后呢 就说了你注意 我在这个地方 截取一个世界 这个截取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 你注意 这个是抗拉 这是拉伸的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世界呢 做弯曲的 能不能说 这两个世界 同时做拉伸 或者同时做弯曲 不容许 所以你注意 各 各 截取一个 所以在这里边 各截取一个 拉伸世界 一个弯曲世界 好 另外一个 也是这样子 一个拉伸 一个弯曲吧 这时候呢 你看 我们拉伸的 两个 世界 我们弯曲的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 是来自不同的钢筋 这就是我们 钢筋怎么取下的 所以对于刚好不明的钢筋来讲 你的世界 主数 你不能少于六统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这一节内内容比较多 有案内考虑 大家一定要抓住 大家一定要抓住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 这一节内容比较多